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这顶金棺 曾陪伴主人策马草原 鹰顶金棺市 展现了战国时期 中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它代表着草原的荣光 秦关最高处是一只雄鹰 鹰的头 近 北 由金丝连接 当主人策马飞驰 雄鹰也随之震动 仿佛展翅欲飞 花瓣形金棺上 赞刻着四郎咬四羊的图案 棺带则雕刻着老虎与猎物的紧张对峙 猎杀仿佛一触即发 那时 草原上没有文字 历史便由他们的对手书写 在中原文明的记录中 匈奴曾被称为贤允 贤及长嘴狗的意思 他们贪婪残暴 经常南下掠斗 然而 如果从草原之王的视角来看 世界很可能与中原的记录不大相同 我头戴金棺 顺皮金甲 草原就是我的帝国 草原一栏那群种粮食的人 看上去好瘦 我们草原的男人 吃肉 喝奶 都是战士 但如果遭遇灾念 他们好像存了不少吃的 游牧的草原相对于农耕的中原 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存意识 草原民族的事物上 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他们在匍匐觅食 在互相咬斗 在伺机而动 而鹰顶金棺市 更是以草原之王的威严 俯视着世间一切弱肉强食 有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对手 究竟是姓还是不姓 战国赵武凌王 终于下决心放弃宽袍大秀 学习胡服骑射 一场场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对决 由此开始 一直处于首饰的农耕文明 到秦汉终于建立起统一的帝国 也由此以举国之力祭出终极防守大法 长城不仅是守卫边疆的堡垒 当西汉国力强盛的时候 这里又成为反击匈奴的秦少 但连绵的长城真的能阻断人们的交往吗 游牧民族喜爱中原的丝绸和粮食 而中原的人们需要金属和牲畜 长城两侧且战且合 直到东汉男匈奴入赛 多年的对手终合为一家 今天当我们看着鹰顶金观世 是否能想起当年那些风一般来去的样子 正是从战国时代开始 在与一个又一个内外对手的对峙和融合中 在经历一次又一次蜕变之后 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 逐渐被唤醒 因为对手我们审视自己 因为对手我们了解自己 因为对手我们变成更强大的自己 你好我的对手